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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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但是在对抗癌症的饮食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哥哥说 看吃的东西是在乎 是怎样打赏已经很可能 吃东西也吃到很可能 心情都会不好 对 所以我们的阿易斯就动动脑筋 让你能够吃得又很健康 但是又吃得很欢喜 对 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来跟着好好学一下 那么首先 当然就是阿易斯做了 阿易斯今天要做的第一道料理叫什么 是亚马仁油粗乳沙拉 哈 忘听名字就非常健康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亚马仁油粗乳沙拉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亚马仁粗乳沙拉 材料有 亚马仁油20cc 粗乳粉一大匙 把香果肉一大匙 苹果丁半碗 奇异果丁一碗 凤梨丁半碗 葡萄干一大匙 熟腰果一大匙 哇 我们看到这个沙拉真的是 一看就是很好吃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到这些的食材 通通是要把它切碎 切小丁 你现在自己不下厨了 因为我们累啊 不是 有做化疗 很怕热 那个锅炉很热 对对 而且化疗的人食欲非常差 如果再自己亲自下厨的话 根本就吃不下 所以阿医师你说 你是看见他们吃化疗的人的那个 在医院的饮食 你看到的饮食是 对啊 就是在医院的饮食 看他这样吃那怎么行 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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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减 不减 不味 不吃 化疗的人很可能 又吃到这样 对不对 但是呢还是要注重健康 所以色香味要保留 但是那个健康还是也要一起注意 顾好 可以做得到对不对 有的人说健康的饮食不好吃 就阿医师说 也不是这样啊 要用头脑去动啊 对 谁说健康的不好吃 可以做得又健康又好吃 对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您就开始来做吧 首先就是要把这个百香果 全部挖出来 百香果里面那个芝麻挖出来 那个我们是要备用的 要调 等一下要调那个水果的 那我现在要给您什么 我要一个碗 好 好 那黄曜老师 其实 虽然说是准备这些水果 尤其是百香果 它是里面有维他命C是不是 对 而且它的味道很香 会刺激味 酸酸的 太爱 对对对 因为癌症化疗的人 就是食意非常不好 是 但是吃一点酸酸的 会让自己很舒服 而且很开心 对对对 会让心情也变得比较好 对对 这个沙拉 是用的是 亚麻仁油 好 油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纯 问题就是要纯 听说好的亚麻仁油 根本就是可以直接吃的 直接喝 我可以这个 一点点来尝尝看吗 可以的 它是每天就可以 是这样喝 不油腻 不油腻 但是有一点点苦苦 对 那是天然的味道 天然 而且是那种 这是很舒服的苦味 但是 清口清口 好感 好感 一下子会回甘 对 现在开始喉咙这个地方甜点的味道 对 对 对 亚麻仁油非常的 好 好 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欧米加蛋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教你 因为我以前大学在读食品营养学的时候 就读到亚麻仁油 可是那时候不知道亚麻仁油是怎么一回事 国内并没有风行 我没有听说 对 那既然要找到亚麻仁油 要找到醇的 现在市面上它的等级很多 对 它的醇 还有它品质的优劣 差数很多 所以还是要看 对 那我就一直在寻觅 一直在找亚麻仁油 因为亚麻仁油它有Omega 3 对我们素食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Omega 3只有在深海的鱼油 海狗这方面才有 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讲 不是全世界的动宝组织 都在抨击我们台湾 是海狗油销售量最大的一个国家 实在是 因为真的更小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海狗油里面就是说 预防心血管疾病什么的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台湾这么小 结果那边大屠杀海狗 居然销售量最大的是 台湾 可是亚麻仁油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 远远超过了海狗油 对 因为多出它的20倍 你看 何必要去这样又没有形象 然后又杀生 然后而且听说海狗油还不见得 那么容易快被人体吸收 亚麻仁油就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对不对 因为它们是算饱和性的油脂 动物性是属于 动物性 对 饱和性 然后亚麻仁油是植物性的 对啊 它就是不饱和这方算很高 对 而且对我们就是三酸钢油脂 你看 整个轻到血管了 那你今天就用这个 亚麻仁油放多少 差不多 20cc 20cc就够了 OK好 然后怎么调 再来 把它来做出乳 出乳奶粉再放下去 出乳奶粉是 因为亚麻仁油调了以后 把出乳奶粉调下去 味道比较好 还有它有抗体 你会让它增加它的蛋白质是吗 对 对 因为你在做化疗的时候 其实就是怕说 尤其素食者是怕蛋白质比较不够 对 白血是这样的 而且再加上我们很多的蛋白质来源是属于比较粗蛋白 对 所以就 所以你二哥就用这个粗乳奶粉来帮你代替 是 你好好哦 好 这个本来就是误打误撞 我是这样子 因为我第一次化疗非常严重 让我非常害怕 就不敢再... 就拒绝化疗 想要用整个饮食来控制化疗 结果半年多了 我病... 我的癌症病没有解除 腫瘤还是一直在大 那我是想说 就在那四个 就是兄弟姐妹那边走一走 他从小就这么疼爱我 我去走 他看到我满脸的忧愁 是 他很疼 他只听不懂 他一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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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然我泡一下给你吃看看 他吹到也不倒搖搖 他就泡 他阿嬤因為他沒丟到 像我倒30cc給我吃 還有在家裡 他說沒辦法我就倒下去了 你要喝下去 平常喝下去 很神奇的一件事就是 喝下去之後 那種油嘟不嘟聽 我這樣幾天過都不聽 所以你就用食物來控制 不要靠止痛藥 對 然後但是還是就是 醫病靠醫生 對 飲食靠自己 對啊 自己要調理 自己要懂 我們很多人就是說 不知道做化療的那個辛苦 對 所以說有的甚至於 嘴巴都破了 然後都沒有胃口 對不對 但是像這個狀況 就可以讓你開胃 然後也增加你的身體的抵抗力 對 因為一定要吃這個下去 才有抵抗力 吃不下去什麼都免談了 好 那我們就要來嘗嘗看 這個裡面充滿了哥哥對妹妹的 這一份關愛跟感情 亞馬仁出乳沙拉 做法是亞馬仁油 出乳粉 百香果肉 調成沙拉醬汁 接著將沙拉醬汁 水果丁 葡萄乾拌勻 再裝入百香果殼中 再撒上碎腰果粒就可以了 好 接著下來呢 我們這一位非常愛美眉的 我們的阿義師又要為了他的親愛的妹妹 又要來做一道料理 對 那麼這一道料理叫做什麼 好 我們這個涼拌海帶牙 涼拌海帶牙 這個也是需要有一些營養的搭配 對不對 對 好 那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跟調味料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涼拌海帶牙 材料有海帶牙四兩 紅蘿蔔半條 小黃瓜兩條 薑絲少許 辣椒一條 楊馬仁油二十CC 調味料有鹽半茶匙 素蠔油半茶匙 素沙茶一茶匙 白醋一小匙 白芝麻少許 海帶牙其實是有非常豐富的礦物質 對不對 所以激素的人不用怕膠質 還有什麼鐵 那個都有了 對 好 那那個阿義師 要用這個海帶牙怎麼做 怎麼處理 但是有腥味耶 海帶牙不是有一個海鮮 不會來燙過就去 燙過 整個調味料調一調就要去腥了 好 那這是新鮮的嗎 對 好 那就新鮮買回來先洗乾淨 對 然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叫燙 燙 要燙子一下 汆燙 好 就是把它那個腥味要去掉 其實很好吃 這個海帶牙就是嫩嫩的 那我們買的是新鮮的 那有的時候是不是也有一種是乾的昆布 昆布也可以嗎 也可以 把它貼碎 切細一點 過個水就好了 對 要殺菌 因為涼拌其實也是第一要殺菌 它不需要煮很久 因為那個有化療的人 你要吃這道菜的話 你絕對要過熱水 對 好 小心 我發覺剛剛那個沙拉是涼拌 是不是在化療的過程當中 會比較想吃冷的東西 會 因為嘴會熱 口乾舌燥 而且有的甚至於嘴巴都會破掉 整個口腔黏膜都壞 而且想吃比較涼的 對 它比較可口一點 有一點酸酸的 真的是好辛苦 然後現在需要什麼 這個把它先撈起來 把它撈起來 這個過完冷水以後 就把它撈起來 對 這樣會比較 口感比較脆 一定要過冷水 對 那每一次你的量應該要吃得比較多吧 體力才會比較多 對 一般的話 就它化療期間就是少量多餐 好 是 不要說一次吃很多 對 那我們就譬如話說 我會吃個半碗飯 然後這個青菜啦 蔬菜啦 會差不多吃了一碗 那在吃的時候 就是速度要放慢 喔 細腳慢一點 對 這樣子才不會一下子 就讓整個胃撐起來 胃會受不了 是 既然我們的口腔 食道 的黏膜都傷害了 相對我們胃腸的黏膜也傷害 說得也是 對 所以說它是連貫的 真的是相當的辛苦 所以說 那現在我們這個還需要 我們現在要調味 調味 好 這個生薑要切 切碎一點 好 來 這個薑絲 要用嫩的薑絲 對 來把它切碎一碎的 這樣也比較好入口 對 像這個 你除了吃這樣子量的東西之外 然後你好像也是要 你會喝那個養媽仁油是不是 會 會 讓它那個好的脂肪 幫助你代謝掉不好的那個膽固 是 還有增加 就是Omega 3會把我們血液中裡面的毒素排掉 是 確實是這樣 在整個 我以前在讀食品營養學的時候 有看到一些報道 說 亞馬仁油會抗癌 而且對於腫瘤它會消腫 其實好的油真的是很重要 對不對 對 那像現在 就是很簡單只加了一點點的調味料而已 對不對 對 讓它有口感 有香味 然後又吃得下飯 像阿醫師 像你剛剛在講說 你自己生病的時候 什麼糖尿病住在醫院裡面 然後看到那個醫院的那個 準備的那個糖尿病餐 看起來就很感到自己很可能 對啊 感覺說這個 這個 不管我出去的話 馬上會死掉 好可愛 你哥哥講話很直接 對啊 他說真的 我們都是做吃的人 對 那每次做給客人吃就這麼豐盛 那自己的飲食上 說真的我們都會比較多人話 對 那一下子就 這樣子突然好像從 天堂掉進地獄 對 不過有人就是說 音樂裡面的餐真的不好吃 看得就沒有胃口 其實也是可以讓它看起來有胃口 但是又健康 對啊 就是要用心啊 色香味 對 色香味但是呢 那個營養也是都要均衡對不對 對啊 要保留著它原味 然後料理手法也是要這個正確 對不對 一樣可以吃得讓你覺得很開心對不對 對啊 可以吃得很開心很健康啊 對啦 所以你看 如果說是 我這樣五顏六色 就看起來就 嗯 可以了嗎 可以準備 好 那我們就來這個吃吃看了 好不好 涼拌海帶芽 做法是 海帶芽洗乾淨汆燙之後過冷水 紅蘿蔔絲 辣椒絲 小黃瓜絲 小黃瓜拌勻 在淋上芽馬仁油之後成盤 再灑上白芝麻就可以了 嗯 阿姨子 這個菜喔 真的讓你看起來會覺得很開心 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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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就是要靠吃來增加體力嘛 對 那所以說整天會有不同變化的菜囉 有 有 一餐差不多變個五樣 一餐就這樣變 你真的是 你就是在大廚師考試嗎 就住在我哥家 有 就說 他說不能讓我體力降低 是 一定要讓我吃得下 是 就絞盡腦汁啊 我就說 他幾十年看家等你 都要翻出來 這個簡直就是大口 對 我沒有說讓他烤倒下去 不會啦 我們阿姨子絕對不會烤倒的啦 那我們應該要先吃哪一樣比較好 應該吃水果沙拉 水果沙拉要先吃對不對 對,沙拉 好,我們就要來嘗一下這個裡面 這個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再... 亞麻仁你可以再多加一點 這個會比較 感覺上油脂可以多一點 對 因為亞麻仁油它不油膩嘛 它不油膩 可是你每天過天喝 就是空腹喝嗎 我一天吃三次 照三噸喝啊 對啊,很逼啊 幾cc 我一次差不多14cc 我一天超... 13、14cc 那可是亞麻仁油公開來 不便宜耶 那你怎麼保存 因為亞麻仁油... 要不要放冰箱 要... 如果打開罐子要放冰箱 這樣子喔 對... 不可以像一般的油這樣 比較不會氧化 這樣子喔 對... 所以說好像... 我也是在外面看來 都是小罐小罐在那裡 對... 因為大罐的話 因為亞麻仁油 我們每天的使用量是很少的 一般正常人 五到十cc就好了 對... 因為我在跟癌症對抗的人 所以多一點 對,我的使用量要多一點 對... 那一瓶就兩百多cc啊 如果一天用個五cc、十cc 要用好久啊 一定要冰 喔... 好... 真的了解 趕快... 用完一定要冰箱長 好... 要不然你氧化了會比較苦 喔... 口感就變更苦了 對... 差別就是在這邊了 對不對 那裡面營養成分也會有點影響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不知道了 其實我們是覺得 油要保存好還是要放在那個冰箱裡 那像剛剛好這個沙拉裡面 有放了那個粗乳奶粉嗎 對 那如果有人是不吃奶的話怎麼辦 那我們可以用馬鈴薯 好,把蒸熟打泥嘛 馬鈴薯蒸熟代替嘛 把打泥代替啊 也是可以的對不對 那如果要更多的蛋白質的話 豆腐也可以嗎 豆腐是可以 可是口感沒那麼好 對,這個當然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另外這一道菜了 對不對 不一樣啦 誰說不一樣啦 真的好爽口、好舒服 對 吃到嘴巴裡面還回甘那個味道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來吃一下這個海苔 像這個海苔 就是這麼簡單拌一拌 所以您說想要再有一點的話 就再多吃一點 再放一點芽麻仁都可以 對 對 可以再多放 這個海苔脆脆了 脆 好脆喔 好脆喔 為什麼會這麼脆 因為燙夠啊 過一個水 很快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你沒有超過時間 它就不會爛啦 如果想吃酸的人 可以再加一點點醋 對 那就又另外一種滋味了 對不對 可以用自己來調整 對 看你要中火要清清清淡 你自己去調啊 但是過程就是像剛剛那樣子的過程 全部都要殺菌一下 對 那像雖然說是阿醫師說 然後妹妹再給他考試 可是呢 對於這個保健老師講說 阿醫師真的 這個哥哥就一直在照顧你的神經 對 這個哥哥這麼好 你怎麼報答他 就是讓自己摸得更久一點 更健康一點 這話說得好 這也是哥哥的心 對不對 對啊 就是說 多活久一點 我要到哪裡去玩就可以了 你妹妹的心不是在玩耶 他在說多活久一點喔 他還要繼續到全世界各地去推廣速食耶 對啊 我哥哥說 我如果身體恢復的健康 他要跟我嫂子跟我一起出國去 他說你現在體力不行 我來做 你來說 好好耶 哥哥的剛剛那個話也是 對 用玩的心境 但是去做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先把身體健康照顧好 才有體力去做對不對 對啊 這叫做菩薩遊戲人間耶 就是像他現在 我也是說你就快快樂樂 把他活下去就好了 對 其一點都不要想 對 這個話就對了 有哥哥這句話 一定是簡簡單單 快快樂樂的 把身體照顧好了 對 我們也祝福你 然後我們也大家一起來感恩 我們大家一直照顧了這麼好的一位老師 好 希望有機會能夠 有這個舞台 能夠跟大家來結緣 把我一生的 哥哥交給我的手藝 加上我在學術界領域所學的知識 能夠奉獻給社會 絕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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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下次見